一个家就这样就可以喝散了 酒啊 酒能成事 酒也能败事 酒能住姓 酒也能败家呀 谁 十四号利盈 你爸爸那么喜欢喝酒 然后因为喝酒家也散了 然后现在你的工作 也是需要你喝酒 难道你没想过换一下工作吗 因为这是我姐夫开的店 我姐夫他们曾经说过 就是说店起的可以了 我会有年年底分红 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我相信啊 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说自己赚钱了 我还可以入股 入完股以后 我可以再雇管理者 再雇经理和店长 好吗 其实在喝酒的问题上啊 通常说男人爱喝酒 但在喝酒的问题上 男人就分两种 一种是什么 没钱喝大酒 越喝越穷 另一种是什么 能喝咱不喝 该喝时才喝 好 对 方哥 现在看到场上是 什么状况 灯全灭了 我觉得我们大家能看到了 是一个 在生活当中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 像一个开心果的一个小伙子 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